國際局勢 信息萬變 香港政壇 風起雲湧 政壇變動 和你深入分析 梁錦祥 一周時事 建國研習班 主持 鄭松泰 跟文芝 回到第二節 今個星期是第一次開會 星期三 會議室一 由今天終於到了Tramper第一次發言 有些新議員和大家陸陸續續 因為大家知道發言在不同的 在Motion 和沒有法律效力的議案 再加上考慮質詢 那個發言時間是不同的 譬如去到22分鐘 15分鐘 7分鐘 譬如有些人家沒有法律效力的議案 如果我們又提出修正的話 你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 但是今天 我想 因為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是 這麼近距離 看到他們的議會的準備 以及準備發言 以前都是通常看片 你看片 每個人都在七層上面 然後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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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就著這個議案 我希望各位的議員和同事 慎重考慮 這個是關乎我們香港人的福祉 我們香港人的權益 即是那些這樣的表現 那些自然的 今天我親親第一次見 阿近是吃驚的 因為阿近下午的時候 即是我們回到辦公室 有些時間我走上來做事 我看著電視 然後阿近他見到 有些同事發言 尤其他見到朱凱迪 不算震驚 只是有點錯愕 是嗎 萬眾期待 他票王之王 即是不算超區的話 他是票王之王 那他出色的不是他的慈領 他的形象 神經病 他的形象就是入屋的 入屋的 因為你明白 香港這個也是同樣的心態 你也不可以當他站在那裡發光 昨天那個大選 那你美國人 即是你整個美國社會的氣氛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我們會跟隨著那個媒體起舞 我們以為特朗普就是一個大惡人 希拉莉就是一個聖姑 他不可能會輸 聖姑對著一個大惡人 是這樣 用在美國政治的標準 我們應該是五區安選的 高票 但你沒有想過 原來美國社會 美國的民情 這麼理性 是會投特朗普的 我對這個大選 有一個的conclusion 第二次的標題 可以叫做 屌票論 戰勝了入屋論 屌票論 正勝了入屋論 直頭是 但這件事 在香港很奇怪 但你在香港 譬如我們剛才舉例 香港有exception 現在全世界都是Wood 我不是說舉例 阿近說舉例 今天下午看到朱凱迪發言 奇怪 他說朱凱迪是這樣的意思 明明是他的意外表現 最少演說是15分鐘 最少 然後後來他有指有成 說了5分鐘之後 就收了線 他可能是病的 我看到他今天有少許病 有些判斷的 可能有些不舒服 但是阿近一見完之後 阿近又說 我這些不善辭靈 我都說了15分鐘以上 我聽過機 你拋我身子出來選 但是很好笑 騙的 因為我有一間房間 我看著電視機 蛤? 這麼快 因為那時候是吃飯時間 一時多 因為粉脈登場 這是地標 對 因為我很注意 我有幾個特別的同事 我都看大家 怎樣是定位 你明明是個角色扮演 那些全部是表演 因為都不是正職 然後後來 我看著電視 因為那時一時 排隊是沒有人排隊的 一沒有人排隊 然後那個議案 即P&P 就要投票了 我本身今天下午 三點多 我約了 我是去唐福探查排洋 但是因為在會那裡 一直都未能投票 我一早發言 我已經說到 我自己是支持這個議案 我下午就不投票 我一定死了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一看著 幾次投票 幾次投票 去到那個1點鐘 朱凱迪就說話 只剩下他一個人 我想有15分鐘說 如果沒有人接力 一完就投票 我飆下去投票 我可以趕到洩進去 三點半去 還是一樣 但是我看著他的時候 突然五分鐘就完了 我那一刻 我那一刻害怕 不是吧 真的可以這麼快入虛探拍 然後阿近就馬上發表他的評價 你繼續說你的評價 未來四年有很久 不要對 尤其是你召喚 尤其是你召喚 響鐘的時候 你對劉會有這麼大希望 神經病 我今天有召喚 對 你才跟著 阿哥就不斷跟機 你才說一場 其實我那個不是 我那個 我不是玩東西的 我首先要澄清 你就是想展現這個朝野合作嗎 不是 因為建制派有些 像蔣麗雲 蔣小姐他們那些 他以為是我搞事 那時候 早上11點幾 12點 然後 11點幾 然後 大家在做發言 無端端 有一個人發脾氣 那個叫何君爺 可能他發言的時候沒有什麼人 那個意思是他只剩下三個 只剩下三個 然後 他又是不適應議會那種氣候 他不適應 他不適應 他很乖的 他全程坐在那裡 他昨天都全程坐在那裡 坐了兩天 他堅持 跟牛一樣 跟那些農夫一樣 然後他坐在那裡 他發現 他很乖的大學生 他不知道Skip 堂是 很乖的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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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 大學生 然後他發脾氣 他就說 他在那裡發言 他說他沒有想過 提出這個議案的議員 就自己的黨友 就像其身不正一樣 然後後來有其他議員 就坐在那裡聽人說話 我們議員進到議會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聆聽其他人的聲音 所以我現在 如果在那裡 響鐘 我叫主席點人數 你們這班 非建制派泛民議員 你們就走太拔路了 為什麼 我在樓上剛剛喝水 我一說這句 新西的選民有訴求 我立即跑到下面 我一坐下 主席要求點人數 後來 何君堯他就 瞇著我 就說 慢慢點 慢慢點 然後他起床發脾氣 走了 接著 叫 叫 立即有人來 然後原初 立即進來發脾氣 誰搞事 六號要點人數 在上面做事 有沒有搞錯 後來我說 我舉手 我說 不關我的事 何君堯要點人數 然後梁志陽走出來 不是啊 鄭松泰要點人數 鄭松泰要舉手 我跟梁志陽說 你不要冤枉我 我也是回應市民的訴求 但是整個早上就這樣過了 所以是超級無聊的 超級無聊 說到這裏就要停了 關於香港議會的事 本來我以為今天主菜是說美國總統大選 但已經剩下10分鐘了 因為我對於美國總統大選 我覺得有一個結論 就是美國人是成熟的香港 是 我不會叫他們聰明選民 聰明選民 我會叫他們是常識選民 沒有 你美國人你跟他說 你是聰明選民 他可能已經拿到砍你 他們不知道香港這些奇怪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其實整個國家都很奇怪 為何人會投擾特朗普 可能解釋不了 現在還在風風火火 跑來出來示威 是啊 這個很奇怪 他們示威的州都是Bullstay 你反對他們的 在那些州那裡示威 反對大陸 但近來你們就說 你有甚麼看法 就著這個 即是美國大選 一點都不意外 如果你留意我 在這裡做節目 或者在踩場做節目 提拔總統大選 一路都說 我又不會說 Donald Trump贏硬 我一直都說 Donald Trump贏的機會 是一路都存在的 而且我早早都已經 舉過一些蛛絲馬跡的例子 其實不要低估他贏的可能性 例如今年年初 其實有一篇 英國衛報的一篇文 他講一些 Donald Trump匿名的支持者 實際上是有一些 特注在市區的自由派 其實暗瓦底都是支持他的 不過他不公開說 是靜靜地跟他 跟迷暴記者說 我跟他說 因為我老婆 都叫做 有些美國朋友 那些美國朋友 只有兩種 第一就是在Facebook 完全沒有這次選舉的事情 在中部或中間的地方 第二就是 真的支持他 真的支持他 他純粹說白人 美國白人是這樣 所以你說 有些左翼的人 走出來就說 現在是種族主義 對 種族主義抬頭 但是大家 不要只看顏色 不要只看顏色 因為事實上 據我自己了解 有些是移民了過去兩三代 墨西哥人 有的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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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種類的 移民後代其實很簡單 這是人性的企業 上了一輛車 當然是想車門關上 不是 這個阿近說得對 因為中產研究的其中一點 就是 早前兩三代的那些 就走了 他已經是既得利益者 既有那個制度 還有一些墨西哥的樣子 他都覺得那些黑公警察 是搗失了他們 是呀 想劃先介紹 如果你在保守州份 你一個小組 你開車 那些卡隙標 是貼著 Charlerin特朗 Carrie 你可能 娘承勤大 豆捷張揚 正想對而END 那些白人可能對你和善很多 有的難度會變成… 對不起 不怪 但我對這次美國大選 我他們沒有大選 但 我一直都會貼 신 我一直都是貼身事 不論成方派也好 港獨派也好 都有人會對特朗普很多幻想 覺得他一定會跟強國開大拖 我覺得他的看法跟他們有一點分別 我覺得他一直以來對華強硬那些 全部集中在貿易逆差 我是一直形成 他是想跟強國做一宗大丟 他放棄亞太區 而換取將大部份的就業職位回流 因為大家都明顯看到一個趨勢 無論你在中國和美國都是 中國當然是工業外移 美國也是要面對著一件事 就是國內的成本有這麼高 但同樣就是工業究竟移去哪裏 你回到美國本土 還是再移去一些 例如香港很多廠家 其實有些廠家都搬了 或者是越南 越南 越南 究竟是怎樣移呢 現在是一個其中的考慮 對特朗普來說 他已經四年後想連任 製造就業機會是最重要的 甚麼都是假的 你令到人們沒辦法 或者就業不足 可以令到他回到以前比較好的生活 所以你說他 那些說他以24小時內其中一樣走數的 例如他的官方網站本來有一個政綱 說是要將所有穆斯林的美國公民全部遣返 現在裝選後24小時內那條綱領不見了 有些事情是可以走數的 很多事情都可以走數 但是製造就業機會 這個政綱是不能走數的 如果大家記得上一輪的 他們兩個選舉論壇 其實我也有看少許的 希拉里的政綱沒有 真的空洞 但是特朗普政綱是四個字而已 就是Employment and Order 再加上就是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 類似這樣的 Employment and Order Law and Order 他是很實在的 他在說那個就業問題 而就業問題在過去8年奧巴馬的年代 他剛剛勝選那天 說得最實在說 當選之後要做的就剩下好機錢 這個也是製造就業機會 所以這件事就在左翼的眼中 會覺得這是一個保守右翼的抬頭 加上白人 增加機嫌這件事其實是可欣斯主義的 其實奧巴馬上課的時候 也是想做這件事 但實際上就起不了太多東西 有些項目就結束了很久 臨到最後的時間 就是找個地方之後 送一些高鐵給中國起 但最後最後又談不醒 發現了她的Colico Show 其實很夠留 但是阿近不單擔心 因為你本身也是美國人 你住過一下就在那邊 但我想我要做美國公民是很困難 住過一下 即是對美國人了解多一些 一般香港人說美國政治是得淡兆的 那我也不想說 我也不懂 其實你聽回我們舊的建國研究室開頭的幾集 就說廢場黑勞運動和雲權運動都說了一件事 為何美國那些中下階層的白種男人 尤其是男性的 多數都是很保守 甚至是很種族主義 不是 如果你說不用說到 這個他們唯一的自尊心 我意思是說 你不用說到建國和修憲之後的時間 如果是用近年的政治的社會狀況來說 其實奧巴馬最大的政績是令到黑白人之間 是一個重新的文化的分裂 一個文化的分裂 你沒有想過在奧巴馬最後這幾個任期 黑人和白人之間的衝突是可以去到這樣的高峰 其實這個是又印證了Tofiel說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說法 反而為何關係更差了 因為黑人對他當選了美國總統是有期望 誰知道他的期望下空了 是啊 搞到現在打了大交 是啊 所以你說堅硬要平 簡約平和特朗普得斯所以能夠贏的就是奧巴馬 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會形容是一個美國歷史的微觀的鐘擺後應 其實我覺得奧巴馬他第二任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他很諷刺地重複了小布殊的錯誤 一些意識形態的錯誤 但是大家的錯誤本身是一樣 不過一個是向左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 不是 向左走走不了 你看回奧巴馬他有很多政策 其實在美國的政治狀況是非常自由的 他做了很多前任的共和 即是之後民主黨總統想做都做不成的事情 例如他真的做了一個全局的醫保計劃出來 現在取消了嗎 但是實際上 共和國是想取消 但是其實 在參眾兩院的優勢還未是可以展到布 即是如果民主黨議要橫抗的話 是可以打拉布展 當然這個都會有政治風險 因為其實這個醫保 這個醫改方案其實是不斷了 中產是搞到天路人怨 實際上他是供多了錢 實際上那些醫保的cover是少了 不是回到你剛才所說的奧巴馬 另一樣東西 例如他跟古巴伏交 但是其實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那裡 那裡是有個小華華娜 那些其實是當年 古巴赤法之後流亡的後代 流亡過去的後代 那些發財是超反共的 在他的眼中 這東西就等於 10年民主黨的入中聯辦一樣 在背叛你是真正的投共 那就是這句搖擺走就沒有了 這個比例太跳躍了 你這些人不理解 搞到這一段拉丁做選民 是一條不頭髮主要 所以阿近的說法一直都在說 就是上了車快點關門 這個不是 這個是意識形態上你的無盡 搞到你流失了部分支持者 同樣都是一樣 我意思就是說 奧巴馬過去 尤其是剛剛上任 還有在第二任的時候 也希望有些東西留下 但是他沒有想過 通常第二任 就是一個總統 到第二任的時候 就覺得 我沒有連任壓力了 那我就做我想做 明留青史 我留下我的經歷 但那些經歷可以給蘇州市 現在就留下一個蘇州市 就是他沒有想過 美國 所以你說要硬去分析 我現在沒有數據 純粹猜上去 嚴格來說是狗講的 以前我們認識的美國社會 是一個種族和階級 分離的社會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美國那個社會 為什麼會是 譬如你說 米古摩爾他們有些 評論 其中一個就是 一個文化的分析 他是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是奧巴馬上台之後 就是大家一個左膠 一班偏向左膠思想的人 會希望奧巴馬是帶來一些改變 尤其在種族議題上面 但是結果就是更加之 將過去潛藏的黑白人之間 制度底下 底下 底下的文化衝突 都勾出來了 而這些文化衝突 就是又回頭 是歸咎 那個制度 原來是對於黑白人之間的關聯 和對於那個貧富之間的關聯 是這麼清晰 這麼明白 所以你去到特朗普一上台 打這個就業牌的話 那你沒得好多好講 你坐在那裡 其實實際上 你奧巴馬做到總統 都是因為零八利金融海嘯 實際上其實 雖然表面帳面上的失業率 是跌到一個可以忍受水平 但實際上很多人 是回不了以前的中生活 那好了 我們剩下一點時間 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你很怕現在 會有一個外交上的影響回香港 我會對香港和台灣 做一個美國最早的終極出賣 以後中共在香港是為所欲為 這個看法 我相信角色也可能有一點共鳴 你看到他 但看上去現在的事情又不像 他剛剛下午立即打電話 給朴槿惠太庭心軟說放心 那些保護費率是吹水 美國是會繼續保護南韓 很難 如果這個純粹是陰謀論 這真是陰謀論 你想一下 為什麽昨天689突然去賀電 湯湯湯 關你什麼事 他們都有讀陳雲 他們都知道什麽是實言主權 所以你說那班人想些什麽 如果你認為689 你拉回來香港的政局 其實現在的政局是鬼露爆的 這裏印證的成報 是鬼露爆 所以你說如果你用一個陰謀論的角度去理解 以及將他套離黨派斗爭的角度去看 689你要認為他是習派的 現在美國就換稅了 既有習派 sorry 不是 689就是江派的 現在就是美國換稅 在美國那邊的希拉里 但是他們覺得一陣人的東西 本來跟江派相對來說 是比較好關係 對不對 現在已經換了Donald Trump 究竟是如何發展呢 689他們這班人可能是著先一步 就走去獻尾 但是為什麽 如果你放針 你理解不了 在我的世界 這次總統選舉 其實是一個美國新保守派的借絲還文 實際上 新保守派的重駐是在希拉里那裏 有很多重量級人物 其實是在幫希拉里外交的幕僚團隊 但其實有幾個都是在Donald Trump那裏 兩邊下注 所以其實新保守派也是回來的 新保守派其實跟黎智英是有可能的 你可以說 這個是公開的 這個不是秘密 這個不是秘密 所以你說肥佬黎 選舉肥佬黎的末日就不是的 但是左膠袋賺小一點 對 所以你看到你出人 那些牙套都經常震了 嘻嘻嘻嘻 其實不是單純意識形態的思想 你如果真的這樣計算 如果真的要變革的話 究竟美國某些基金 他們資在香港的泛民政團 會不會從中抽資呢 這是另一回事 我相信就不會 太早了 其實現在看個小 那個大丟論就未必會成真的 但是另一件事對香港來說也挺大劑的 中美會全面攤牌 各方面都攤牌 而香港是風暴中心 現在是攤牌 香港攤牌 他們沒有想過 或者下面的人 去鼓動覺得 現在是因勢利度 有得吃的人不吃 這樣就吹到十五 但是另一方面的就是 譬如你說 可能集派會不會有什麼方法去回應 或者方法去應對的話 這樣 也可能是會借此做一件事 既然現在的議會 尤其是現在已經開了會 大家都看到很流 加上有感觸制 又不敢制 又忘記回去開會 忘記投票 借保選之後 重新是將立法會 經過一輪的民意授權 重新得到應授 從頭開始 否則的話 香港會最後一個 完全不能管治局面 雖然今天國師早上的status 挺震撼 但是其實有些項目 大家要想一想 大家慢慢嘴咀 這個議會 這屆議會繼續存在 是一個鬧劇 國師的status 我現在的位置入不便 是說那麼多 但是大家就參透一下 明就明 不明就不明 那個status 是需要有這個 智商130以上 才能理解到的 你明白的話 那就 對了 最後都是不掩其盼說一聲 不要說我們入窮行 但是也要奉勸自權派 如果你想借我們這個想法 不要發揮 不要搞到方向走辦 我們後人再用不到 雖然我都很慷慨 我不介意其他人偷我的招 但是經過上個月這一役 麻煩你們偷招也不要搞我 不是 你偷就偷足 一臂分工意外弟子 你為了香港 請你們小心點 不是 真的認真的 你偷就偷足一點 或者你真的不明白 你想大家聊一下 虛心吐教 你虛心 走來1001找我們聊聊 因為我們平時在辦局室裡 我們都在圍路取暖 大家在聊聊其他無謂的事 因為這個是政治核彈 你處理不當 我炸死所有人 炸死所有人 對 對 大家繼續沒有什麼好留意 還有這個時間就是大家沉著 總之一直以來都在說幾個字 韜光養晦是沒有錯 是沒有錯 不過樹肉正如複複色 總之大家小心點 是嗎 不要這麼背心 神經病 我都不知道多樂觀 天氣涼快一點 大家記得穿上衣服 我們待會動不穿採場的時間 下星期四我們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